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全员甘露 愿上帝的话语滋润我们的心 使我们得着能力 好叫我们明白祂的心意 度过在世的每一天 今天的进度来到以福所书第三章 以福所书是保罗写给众教会的书信之一 当中提及很多直接的教导以及吩咐 是今日的我们很好的学习 从以福所书第三章当中 谈我们能够抓住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明白基督的奥秘 第二个是清楚我们不足的地方 什么是基督的奥秘呢 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 借着福音也就是基督实价的救赎工作 使我们同为后四 同为一体 同盟应许 若没有基督救赎的恩典 大部分的我们都是没有盼望的 我们都只能在死因的幽谷 在幽暗之地当中虚度光阴 但因着基督的工作 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继承了神 所有一切的应许 我们得以成为同一个国度的人 在这个国度当中有那永恒唯一的盼望 成为生命最终的结局 也因此保罗说 因着相信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就得以放胆无惧 笃信不疑地来到神的面前 恢复当初创造时 人与神美好的关系 若没有基督 就没有盼望 既然有了基督 我们就得着盼望 得享荣耀 紧接着 在保罗为以福所教会的祷告当中 我们看见了人生命不足之处 第一 人会软弱 会胆怯 但神应许要使我们得着刚强 而刚强已先 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软弱 并且破碎自己 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够得着能力 而刚强壮胆 第二 人的爱有限 但是神的爱无限 神的爱是强阔高深的 是人无法测躲的 既然他的爱超过了人的理解 那么很多时候 我们就必须耐心等候 神的心意向我们显明 而不是按着人的想法 对事情做出回应 却忽略地先寻求神的旨意 神的应许是 祂会充满我们 并且充足地成就一切 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秘诀是什么呢 当我们以神在地上的国度 也就是教会为念的时候 当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 而得以恢复与神之间 亲密关系的时候 当我们时刻以神为荣 以神为乐的时候 我们就必看见 祂成就的美事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祢透过耶稣基督 成了那永远的赎罪迹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生命永恒的确具 求祢帮助我们因祢而刚强 并且赐我们智慧 明白祢的爱 愿我们的生命 以祢为荣 以祢为乐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